在泰国有这么一只小象,这位大叔只要拉着女孩的手,小象就会跑过来,将它们分开,为了不让大叔靠近女孩,他竟然用身体挡在中间,小象为什么会这样做呢? 他究竟是一只怎样的小象? 平时生活中的他,和小女孩一家人相处很好,平时活泼调皮的小象,只要和小女孩在一起,他总会显得很乖巧,把长长的鼻子搭在女孩身上, 他就会开心的像个孩子,然后安静的待在原地,眼里充满温柔,至于为什么,他会不让女孩靠近大叔,可以看得出来,小象有自己的小心思,因为他和女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虽然他知道这位大叔是善良的,然而,小象看到女孩和大叔待在一起,其实内心和人一样会吃醋,只是小象没有掩饰,他直接用行动表达了出来,对于这只聪明,偶尔还会吃醋的小象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? 在视频的结尾,我想说的是,大象是一种极其聪明的动物,它们和人一样,拥有丰富的情感,万物皆有灵,请爱护好它们,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,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